蠻多同学问到的问题啦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这样run的话 它好处就是说你会发现那个 你的公式就不用预先说藏在这个背后 你当它点了它就会自动出现 而且理论上跟那个就是 跑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违和感 只是说你一次只能一个 那其他的 所以呢甚至你可以用保护工作表 也就是说你就是A蓝不保护 其他保护起来 这样或许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避免就是防呆 避免其他就是使用者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 然后但是这个地方删的话也只能删一个 就有同学习惯的就是习惯整个 比如说这个范围全部删 但是如果你这个范围整个删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他只抓到这个开头的这一个 那其他的呢 他就没有把旧的资料一起删掉 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地方 目前只针对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的去删除 那如果说假设 你遇到像刚刚这种状况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这怎么办 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 其实你可以在刚刚的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的公式是放在那个 记得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这一个 Walk Street Change里面 特别注意 这个触发的点 可能要特别小心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开头的第一行的地方 Enter一下 那请你把那个 我这边有个给各位参考 就是在第10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逻辑判断 你可以把这个逻辑判断 Ctrl C 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就是这个if 这个end的if 贴到刚刚的第一行的下方 然后要不就是再把它按个tab 让它下一切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主要是说 判断它是不是range 那我怎么判断说呢 这个变动的那个范围 其实前面是用那个target的判断 但target有可能是一个储存格 也有可能是一个范围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范围 在VBA里面刚好有一个函数 叫做is array is array的话就是判断是不是一个 array就正列啦 理论上如果是范围的话 那通常它这个结果会是true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我删除的话 特别是我就用范围的方式去删除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那一个范围怎么删除 理论上的话呢 我再设个中断点 假设像刚刚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删的话 假设同时三个 这太多了 三四个好了 假设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增加 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我删除的是这个范围 我把它停下来给各位看一下 按delete 那你会发现 因为我删除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呢 它这个结果的is array 它会为true true的话就跑到这里面这一行 那这一行的话 假设我们之前的删除 是一个储存格 就是3的话是3 所以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target.raw的话 应该给我们的结果 我们按Ctrl G好了 或者你用那个 检视里面有个即时运算式窗 那前面有跟各位讲 你可以在这个模拟一下 问号的话是print print什么呢 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我现在target.raw里面 放什么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在这边加一个target.raw 帮我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它会得到的结果是2 意思就是说 它只会删除第二列 但是如果我要删除的不是第二列 所以它会删除B2 一直到F2 可是理论上我应该删除的是 B2到哪里呢 应该到F5 也就是它是一个范围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程式 基本上我改的方法是这样 第一个的话呢 Range部分 它你只要告诉两个参数 一个是哪一个儲存的开始 那我这边的话就给它一个是 这个F2 这个有点不好画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个框框好了 这个的话就是起点 所以呢我把这个指的就是这个 Sales B2的意思 2的话这个target.raw 是第二 B2的储存格 一直到哪一个 到这个 那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我怎么知道你选的是D到D几列呢 所以后面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后面这个地方 那我就看了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属性 Target.address 这个target.address呢 它会告诉我说 我现在呢 范围是在哪里啊 就是说我们刚刚选的那个范围 到底是选的 就我们选A2到A5 按Delete 那其实我只要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5就可以了 然后呢前面再配合一个F 那我就得到F5了 所以呢我这一串 这个程式 基本上就在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5的数字 OK 其实我是用寻找 倒过来寻找 E3Reverse 就是倒过来找 找到那个钱的符号 然后呢 帮我把这个数字 用MID帮我切到这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得到是5 所以F5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ClearContent ClearContent 就是清楚的意思 如果你不用点ClearContent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 你可以改成什么 等于空的也可以 这样清除 OK 所以我这边有补充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常常在问说 老师那如果我用那个范围删除 就会出错 那怎么办 没关系改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 加了这三行之后的话 刚刚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有没有 你如果要删除多个也没关系 就不需要说一个一个慢慢删 所以这个给各位参考 比如delete 他就三个一起删除 OK 这边怎么错误 这个地方有错 等到这个不能用 不能用等于空的 所以这个有些地方 我把它改成ClearContent 好像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好像不能用 ClearContent 如果用ClearContent OK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针对什么 针对范围的部分 去做处置 那待会的话 所以这个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 这个第10页的地方 各位可以参考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接下来来看另外一道题 就是班级成绩查询 那这个班级成绩查询的话 基本上就是跟这个有点像 下拉清单 然后呢 我如果要找到的是哪一个班的资料 帮我把那个班的资料 帮我搬过来 这个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这个部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几个人 好 嗯 好